中共对美发动的贸易超限战 2月7日 博文贵先生在盖特中透露 中共疯狂的向美国很多商家预定大额的订单 订单的数量是实际需求数量的上万倍 但是订单的附加条件是 中共可以无理由的毁约 且不给予任何赔偿 因为中共将病毒隔离政策 都列入到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中 最后中共使贸易订单不能兑现 这就是中共对美发动的贸易超限战 即使这样 美国很多商家都选择与中共进行合作 博文贵先生表示 中国共产党多年前就已经触新几率 计划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超限战和蓝金黄 特别是发动战争前 让贸易超限战和金融超限战连接在一起爆发 即断掉各种供应链 毁掉金融 造成社会动乱 还有大量的毒品和政治内乱 这就是所谓的中共对美3F计划 搞弱美国 搞乱美国 搞死美国 tense rouxy Questions 试音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推动 试音乐 观影音 AnFirst